第一个是这个选择 我们选择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功能 包括了全选反选 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边 设置一个禁止快速拖动和复制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防止误操作导 导致这个图形不小心被我们拖动了 可以快速的选择不封闭的图形 这个右下角这个图形 是刚刚因为被打散了 所以是都是不封闭的 然后我们可以 如果是有几个图形是相似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 选择相似图形的方式 将他们快速选中的 选择相似图形 然后对于这种相似图形 我们还有一种处理方式 我们可以进入批量修改 就是我们修改单个图形 可以把对应的修改复制到其他图形上 比如说我现在加了一个引线 这样我们两个图形都一起修改了 就是我们的批量修改功能 当我们处理比较大的 这个DXF图形的时候 这个还是蛮有帮助的 这个还是蛮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选择所有外模 选择所有内模 另外我们可以选择 所有小于某个指定尺寸的一个图形 比如说我小于20的矩形 现在没有 100 小于100尺寸的图形都被选中了 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软件里面设了多个图层工艺的话 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图层来选择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锁定背景 是当我们把我们这个图层设成背景图层以后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图层锁定 然后就不能选中它了 然后取消锁定就可以再选中 还有个要注意的是我们软件里面 从左往右框选和从右往左框选是两个不一样的 当我从左往右框选的时候 只有我这个选择的区域里面包含了这个图形 我才会选中这个图形 但是从右往左 只要选中的图形那一部分 整个图形都会被选中 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类型选择图形 比如选择所有的圆 或者是选择 或者是选择 所有的多段线 或者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背赛的区域 这时候我们分别不同的类型都被选中了 然后这边